那这两种死法可能会比较比较丢人现眼 因为你在黑道报复致死的一定是横死街头多 那再来这两种是自杀 一个畏罪,还有一个那个 可是呢,对他来讲呢 你的黑道报复杀死在街头虽然横死街头 可是呢,他可以帮你善后 给你立功,立碑啦,不要立功,给你立碑 然后追续,你成为这个什么某某的英雄啊 这样子,因为什么你是因公殉职的 这跟你谓,畏罪自杀或者是忧郁症自杀 就好听多了嘛,你的后代也许还有抚恤 对不对,让你的太太小孩还好过一点 那你不用背了一辈子的污名 可是这三套剧本,有没有用上 还没用上,王立军的对角啊 王立军毕竟跟薄熙来跟了太久了 当他做了太多坏事 他知道你薄熙来的手段是怎么干的 包括他在整肃文强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干的 那王立军扮演帮他抢钱的角色 他也知道抢钱是多么一件 比方说,对这个企业呢,我先安一个罪名 他逃漏税之类的 他逃漏税之类,他不能就范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你们一样 又说呢,你有贩毒啦 你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啊 强奸少女,就我刚刚讲的那些 这都是老梗了,可是老梗呢 他们现在在用呢,还用得非常的顺手 所以在中国大陆,这些老梗 一再的在一些,突然间你觉得说 这个知名的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 因此的商人,怎么可能突然间有贩毒呢 就是被栽赃的嘛 所以那一栽赃之后呢,后续呢 他国家呢,地方政府就把你的企业给接管 之类的,而且这种接管是什么 是用什么什么手段呢 他一定有一些人呢,是 用股东的身份先进到里面去 然后呢,在重整的之后,国家 比方说我地方政府呢,我指派好 指派 来,你这个啊,跟这个啊 假设,受药药,你去呢 来做,来分派这个财产,来处置这个财产 这财产可能要欠谁欠谁,或怎么样 或者他进行要拍卖,之类的 我一拍呢,我就拍给了啊 唐湘龙 大家知道我跟唐湘龙这个关系不太好 我讲反话,非常好 那我就故意呢,就做个就让他得标 所以呢,很多的企业呢 在这种过程里面呢,一转手呢 就被洗到薄熙来,他们集团底下 人头也好,成员 的这个名下了 这个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恶的事情 人家一辈子慢慢打平累积起来了 可是你薄熙来,为了谋夺他的这个财产呢 你可以用出这样的方式 谁在帮他干呢 王立军 今晚看,王立军,我们继续来聊 欢迎来,我是陆军 瘦妖妖大捕头 今天开始讲 中共的这一个,一出 这个诡异大戏 或人讲是政变,中国式的政变 这个薄熙来 怎么样一个 从中共八道元老薄一波的儿子 这样,然后变成一个 现在是阶下囚 准备要,可能要受死 如果薄熙来他没有忧郁自杀 或绝食自杀而死 我想最后可能也会被判死刑 这是最近的一些新闻报导指出 我想他被判处 判处死刑的这个机会 非常非常的大 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 这个罪责已经列了大概 有好几张A4的指 就是说 他的犯罪是属于性质 非常恶劣的贪腐问题 再来呢,涉入一个非常重大的 国际刑事命案 就是我们后面会慢慢讲到的 这个海伍德 一个英国的商人 海伍德竟然在酒吧里面 什么喝酒过量致死 他不是受药药啊,受药药之后就可能会喝酒过量致死 现在不会了 那海伍德会喝酒过量致死 他的家人说 哈?海伍德怎么会喝那么多酒?不会啊 海伍德本来就不是一个那么 那么那么爱喝酒的人啊 那为什么? 这个听说他是被毒死的 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海伍德的家人不敢有意见 为什么不敢有意见? 因为他长期以来在帮薄熙来做很多的事情 包括洗钱 然后帮薄熙来的儿子 薄瓜瓜 薄瓜瓜 薄瓜瓜在这跟海伍德呢 的这个也非常密切 那最密切的是谁? 好像叫做薄谷开来 这个 薄谷开来 其实他们都非常优秀 这个薄谷开来 你看到他的照片的话 你可以知道他年轻的时候 是非常漂亮 而且呢 家世背景非常的优秀之外 他自己也念的非常高的学历 这样的一个人 结果 跟薄熙来也 人家说号称他就是我们 这大陆的马英九 对不对? 长得也是这个相貌堂堂 好啦 反正感情的事情呢 我们后面再慢慢来抽丝薄茧 好 这个国际重大的刑事命案 谁把他杀死了? 很可能是薄谷开来 可是薄熙来本人 他可能参与的非常多件的亲自指示或教说 或者亲自参与很多的其他的命案 这是他第二条非常大的一个追证 第三个呢 就是在政治上面他挑战中央 他的个人三头主意呢 让很多的这个 这个中共啊 不管是政治局的委员也好 或者是中国共产党里面的内部 都认为说 这个人已经太狂妄自大了吧 这已经不符合体制了 好 那这些罪名一罗列下来的时候 当然就会有一些文件会流出来 什么3号文件啊 5号文件啊 好 那这些文件里面呢 其实 已经被证实是基本是属实的 他是真的啊 那这些都是都是什么呢 里面所记载的 都是薄熙来他从以前大连 那个时候开始在辽宁省的时候 一直到重庆的这一整段时间的 长时间以来呢 所犯下的一些一些罪证 那这些罪证呢 包括他怎么样指示王立军 就是帮他抢钱的这个人呢 然后去做谋害 就是烧杀掳掠的事情 那这些铁证呢 我想很多呢 都是王立军讲出来的 因为王立军可能要用这一个人 来作为他的保命符嘛 他就把他抖出来 他变成最重要的证人 在人家要这个 以前是弃居保帅 现在不是 现在呢 要保居杀帅 要把你这个秘密证人保护好呢 才能把你这个祖帅干掉嘛 现在是情 他的局势是这样子 那你 你这些3号文件 5号文件 这里面所记载的这么多的铁证呢 我想王立军 他今天能够还活到现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刚刚讲的保命符 那里面呢 还包括什么 我刚讲了 在 薄熙来团队里面 有帮他想钱的 有帮他抢钱的 还有一个呢 帮他花钱的 他帮他花钱的是什么 什么样的人呢 这些人花钱要干嘛呢 我讲 中共啊非常流行的一句话 就是你要用 更多的钱去买更大的权 这我在我节目中也讲 提到好几次 再用你更大的权呢 去呢 赚更多的钱 就钱 金钱跟权力呢 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呢 这样子交互作用 可以呢 一直把人呢 人家所谓的团扶摇而直上 就是这样 就是让你呢 一直在钱跟权上面呢 就踩来踩去 跳来跳去 就一直呢 平步清云 那这个部分 已经哦 现在大概 大概 会比较 被 中共已经认为说 这已经确定了 又会判处他死刑的 当然 英国商人这个海伍德 是直接关系嘛 那再来呢 他的在国外被现在 查出来的资产 已经不止80亿人民币 可能还更多 那他在辽宁省呢 尤其在大连市的时候呢 还有在重庆市当市长的时候呢 他 一直在做什么呢 山头 建立他的家天下 就是他自己好像就是以前的那种 那种 那种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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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什么 军阀割据战 我就一方之霸 这样子 我现在重庆的 我西霸天 我们像我们台湾有南霸天 以前那个什么什么家族 对不对 王姓王的吧 他们家族 那现在呢 他们搞一个西霸天 然后我的 我就是呢 一方之霸 我让你动都动不了 你不敢动我 这样子 那满足他个人的利益 那这样的一种 一种结构 已经呢 让中央呢 忍无可忍 那 拔掉薄熙来 是不是有一个 另外不要深远的政治意义 在中国的一直以来的集权的 的这一种领导的方式 会不会因为薄熙来的这样的事情之后呢 会有一些改变 哎 这是很多人在看的 尤其包括这个像我的很多的老师 同学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的 哇 对这个事情呢 非常的关注 因为 如果说 今天 呃 连这个官方啊 中共官方啊 都对于他们薄熙来的夫妇呢 都已经非常用非常罕见的强悍的这个措辞是说 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他们讲到法治哦 嘿嘿嘿 他们我我都知道他们是人治的社会哦 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啊 他说我们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啊不容践踏 不论涉及到谁只要触犯法律都要依法处理绝不姑息 哎这个问题呢就已经其实把已经把这个大前提大原则啊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 你只要去呢我们的法律我们法治国家被你谁都不可以践踏谁都一样啊 所以他这个后面又顺便讲了你薄熙来呢跟你在主政大连市的时候呢 跟你的太太谷开来呢 你们贪腐成性啊 就是在早就在大陆的坊间流传 哎真的吗 可能是我们可能比较皮毛啦 因为我们我那时候来我还真的还去过大连市啊去去去去去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看到的 哎大家都说薄熙来好啊 没有我我很少听到薄熙来不好的传闻 所以他这个坊间传闻呢 哎我想可能毕竟就是传闻 可能就是他们有心人士呢我要置于你于死地呢 当然传闻就很多啦 这个这个也也许就是一个操作的手法啦 我先进口吧 搞完这点我们继续跟你聊